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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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直不講 她到底有沒有結過婚 到底是女朋友是誰都不講 這一回大大發芳承認 你們講的婚訓沒錯 她真的要打算要取千金了 但是高媛媛怎麼又被爆料說 之前好像一路在做小三 而且這兩天小三的話題也超猛的 不管你是插畫天后 前幾天的電影明星 還是社會世界的男主角 都有小三或者是 自己是小三的經驗 後面八卦科多了 今天科技凱樂先來介紹今天現場 特別來賓自身媒體的麥若瑜 謝謝妳好 大家好 自身媒體的女婉 謝謝妳好 大家好 請坐專家委員 女優專家成真 妳好 大家好 好 文婉現在跟我們來講一下 其實我昨天看到這個 趙又婷跟高媛媛的消息 我好開心 我覺得這一對我從頭就好看好了 真的 妳也是看好嗎 真的 在2011年大概這樣算一算 已經兩年半以前 我跟邁哥相信我們那時候 這個新聞一出來 我們有討論 那時候包括什麼小雅萱 柯震東 這幾隊我們都常在討論 其實我非常看好他們這一隊 當然有人講就是說 尤其那時候剛開始先講 海哥的態度 就是趙樹海的態度 因為有一點可能覺得說 孩子還小 30歲不到 妳的婷婷還小嗎 而且對方是個大陸的女生 大陸五歲 所以那時候趙樹海 他曾經放了一句話 剛開始他就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也不要問我的意見 那時候如果他們結婚的話 我就什麼 有 告訴我娶誰就行 對 不要婚前告訴老子的醫生 對 給我掛個主婚人的牌子就行了 OK 可是最近他改口了 我們知道從去年開始 遠遠來台灣了 那也看過海哥 也看過這個趙媽媽 然後海哥的話就不一樣了 他說遠遠不錯 家教好 個性好 很懂事 讚不絕口 我跟你講這個就呼應他兒子 他寶貝兒子 最初大家說 遠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孩 他說遠遠真是個好女孩 對 父子終於有志一同 先講就是說 在6月5號就是昨天 今天6月6號是斷腸食 有沒有 6月5號呢 其實在這個北京 大家就發現 被眼尖的狗仔發現說 兩個人用很快的速度 到這個民政局去做了辦了登記 當然他們是用快速通關 就結束 就很快 登記完就走了 這個當然就是 應該是有事情安排了整個流程 可是在這個之前 大家記得嗎 在5月的時候 已經有消息傳出來說 有人目睹我們的誘員 在巴黎 法國巴黎的教堂 拍婚紗照 那時候其實就傳出來了 可是這樣一路 大家都傳聞 可是到昨天證實兩個人登記了 一路趕 趕 趕 他們覺得那個節奏是快到不行 所以當然有人講說 我們的遠遠肚子是不是野餘 而且你看 他們拍婚紗照 後來說什麼 網友看到他們在拍 他們這個整個事情像擠牙膏一樣 看到他在拍婚紗照 他才成年拍婚紗照 發現他們兩個去結婚了 去北京登記 他說他們兩個登記了 會不會下一次是出現在婦產庚 這種懷孕呢 可是我覺得回想 他們這個一路走來2011年 其實就傳出來 他們因為搜索這一部片子 就有一些 就是開始萌芽那個感情 到隔年3月 大家就發現 他們在南京 被拍到在同一個酒店裡面 共同在一起五天 對啊 搜索幾天都不出來 而且大家 剛剛回到剛剛那個照片 大家其實常常會發現說 他們兩個非常非常的高調 都是抱抱 親親手 拉手 然後你看就是這個樣子 都沒有在機場 沒有在怕的 旁邊什麼人沒在管的 我不在乎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甚至在片場 這個種目規規 他們也是會 啾咪啾咪 兩個都愛得很高調 通常愛得很高調 一方面大家會覺得說 你們是不是在 有炒作的嫌疑 還是年輕人你們愛上了 那是真的有那個Firm在嗎 是真的會成事嗎 結果沒想到 真的如大家所料成事了 可是講到我們的演員 為什麼當初大家 當然有一派聲音是 不看好這個女生應該不是省油的燈 我們的趙又婷 我們台灣的這個美男子 真的Hold得住他嗎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在這個 就是對岸的媒體曾經封 我們的這個演員 是史上最強小三 不但小三還史上最強 對 而且那時候 當然這個又演練一出來 大家就開始翻 我們待會兒會討論到 就是把這個高演員的情史 全部翻出來 甚至就是說 他習慣性去搶人家的男朋友 所以那時候大家記得嗎 其實又演練 那時候最高潮 還有一波就是說 張軍令 不是本來是趙又婷的女朋友嗎 怎麼後來中間 殺出了一個高演員 是從他手裡搶過來的嗎 有這樣的說法 然後就說高演員那時候 就用什麼 微薄傳情 後來傳一傳...把我們的婷婷搶走了 所以呢 這個張軍令只好什麼 拱手把艾然讓出去了 當然這個是傳聞 那史上最強小三 其實當然不只這一莊的事蹟 因為這個陸陸續續 他就把這個 演員的這個情史 全部翻出來了 他就 他真的很厲害 好 無論如何 他現在已經搞定了 結果他要變成趙太太了 但是這個趙太太在之前 就像剛剛文婉講 原來他之前也有一些的小三史 我們今天現場所有的人裡面 只有邁哥一個 真的認識高演員 你看這個是高演員 這是我 高演員 高演員第一部戲 很小的時候 22歲 完全不像高演員 現在啊 現在美多了 是高演 然後你看 這張200年柏林發生什麼事情呢 最近新聞人物都在這裡面 真的 李星傑 你看李星傑張鎮 這是兩部電影 結果你知道嗎 這一年的柏林影展 我跟你講發生什麼事情 李星傑 還有高演員這部電影 因為都是小朋友演的 11歲單車 崔玲 李彬 三個人得了柏林展最佳新人獎 真的喔 那高演員他沒有得獎 高演員那個很小 高演員這時候看起來 一點都不出色耶 我覺得他現在看起來好美喔 小時候 因為高演員他是一個 他不像很多大陸明星 是很多科班出身的 他是以前是拍廣告的 他大陸的外號叫做 廣告小天后 拍廣告的 那他其實也不是念念學校 他是念經濟系的 然後後來被王小帥導演 那是2005年發掘出來拍實際 去單車 好 我再跟你講 那是2001年對不對 到了2005年 我在坎城碰到高演員 我眼睛為之亮 他走歐洲掛的耶 我跟你講 你看高演員 好 我來看他這個時候 他就在坎城正式競賽喔 你看穿了衣服 所以這是跟侯孝賢的 最好的時光同一年去的 同一年 舒淇跟高演 同一年都競賽的女主角 那年還有張子儀 高演一點都不遜色 這是王小帥導演 整個脖胎換骨的樣子 你知道那年在坎城 因為高演員還拍了這樣的照片 你看 你看 他也賣起事業線 就他也要讓攝影記者 這個…要開心一下嘛 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那一年 當我看到高演員的時候 我整個驚訝 從亮臨臨在柏林看到他 跟著看到他 王小帥導演講了一句話就是說 那句話就很好形容高演員說 圓圓長開了 長開了 長大了 長大了嘛 就從小女孩變成那個女人了 我以為她長開了 她的臨口開了 就長開了 其實你知道那一年的坎城 因為王小帥導演 是一手發掘高演員的 那王小帥導演那一年呢 離婚了 然後那年 是被高演員講了嗎 不是… 可不是 可是那一年呢 我覺得坎城就發掘 我們就一天採訪嘛 還有他競賽片 高演員女主角 紅地毯然後經常走的 那導演一個是女主角 就發言導演跟女主角 兩個很親密 實質緊扣紅地毯 然後兩個人就 因為… 因為圓圓是小女孩 長開了都跟王小帥導演 是把它開出來的 當女兒一樣 很親密 當時我們就懷疑說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懷疑說 這兩個人 導演跟女主角 是不是談戀愛了 有一天就真的是 在一個派對裡面 就不小心就只有問王小帥了 導演你現在跟圓圓是不是 王小帥不是 她有男朋友的 她男朋友是張亞東 是個音樂人 我跟妳講 張亞東 王菲的御用製作人 對… 高圓圓其實跟張亞東 其實談了五年的戀愛 但是當時就有人講 為什麼我還剛講說 什麼小三呢 因為當時張亞東 就有人說她 因為張亞東那時候老婆 張亞東已經結過一次婚 她有一段婚姻 後來又有另外一段 又有這個婚姻 她老婆叫窦…姓窦 當時就有人說 她跟這個女生 是不是婚姻還沒有斷 可是據高圓圓事後講 因為後來我們 我們當時在坎城就問她 她就說她老公 她說她男朋友是個音樂人 她也沒有 王小帥說是張亞東 我們都不認張亞東是誰 後來這個新聞爆出來以後說 高圓當年是介入張亞東 跟這個婚姻的時候 高圓有否認 高圓說其實張亞東跟她老婆 當時婚姻已經斷掉了 這就是我們講的模糊境界 模糊階段 可是她從廣告小天后 怎麼樣變成小三界的天后的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因為張亞東 就是張亞東這個事情 可是後來張亞東 她為什麼也沒有跟張亞東成 談了五年的感情 因為後來張亞東 跟她又被另外一個女明星介入 就是徐敬蕾 你說黃麗成那個徐敬蕾嗎 對 徐敬蕾 就有人拍到張亞東跟徐敬蕾 牽手在逛街 所以等於這段戀情 又有可能又有別的女生 有狀況了 那至於你說 她是什麼小三的最強小三 是因為我覺得圓圓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我們看認識圓圓 為什麼會覺得她跟張亞東 這感情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我們從她小女孩 到她在砍城的時候 開始跟她聊天 就發覺這個女孩 她雖然後來外型蛻變得很厲害 我後來在北京見到她 她已經是一個天后型的女主角 一線女星了 可是我跟你講 當你從她這麼小到 這麼成熟的女人 你跟她聊天 發覺這個女生對於感情 她屬於那種 她只要認定了這感情 她就非常的執著 而且算是敢愛敢恨 可是她又沒有那種 她其實是個很善良的女孩 她的心地裡面是很善良 她不會去掠奪搶那種感覺 她是很善良的 而且她是很執著 當她一旦認定了你 她就會把這種感情 看得非常的重要 不過我要今天要講 蔡上基老師說 她們兩個呢 其實我們大家都覺得 她們兩個已經結婚了對不對 而且已經這樣子 不是說已經去北京 公共簽字了嗎 可是蔡老師說 她們兩個今年的結婚運 她們的結婚動能 有一點差 可是這個差呢 有個東西可以補強 她說她們兩個很恩愛 可是徘徊在結婚邊緣 可是如果女生懷孕的話 就一定會結 我覺得她很有可能懷孕了 因為這兩人在趕什麼 妳看她那個 昨天趙又廷講說 連結婚戒指都還沒有 就去結婚 妳是在趕什麼 反正不差那一兩天 因為蔡老師說 她們其實很愛 可是那個動能還差一點 就徘徊在那個結婚的入口 可是如果女生懷孕 就一定馬上結了 那還真的可能我想的沒有錯 毛起來真的懷孕 她們才去趕著簽那個字 但是再回到她的這個 天后界的 小三界的天后 薇薇她之前跟一位 好像弄得轟轟烈烈的 然後還是無疾而終 對 回應剛剛主持人說 為什麼她會被封為 是小三中的小三 是其中是有個原因 她在2007年的時候 她跟一個叫做下雨的男演員 她們合演了一個話劇 然後那個話劇 妳看那部話叫艷遇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片 艷遇 對 她們的劇照 有沒有 就是非常有一點曖昧的感覺 這一齣戲 它是在講都市人 有多麼的寂寞 多麼的內心情慾難耐 然後導致後來有很多的狀況 這一部戲開始之後 就發現說 奇怪了 為什麼高圓圓被拍到兩次 到下雨的家裡面去呢 可是下雨是有女朋友的 有老婆 源泉 對 像源泉 也是大明星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最慘的是 因為那個時候源泉 在那段期間 源泉接受了一個訪問 那源泉是一個長得非常清純 漂亮很文藝女青年 然後也是非常美的一個女生 那個訪問我覺得對源泉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她在訪問裡呢 她講了所有的女人 都會認同的一句話 她說 一個女人二十幾歲 跟一個男的 愛到了快三十幾 我們什麼感情經歷的階段 都經歷過了 大家都不是孩子 我們是比親人還要親 你看全部的女生就化了有沒有 然後源泉又加了一句 她說呢 其實這段感情 不管未來有沒有結果 或者是像大家想的結果 她在我心中已經開花結果 好了 源泉這麼正面形象 那這下高原源就毀了 所以大家就開始小三狐狸精 小三女王 小三之神 就往她身上堆 所以這些都是媒體的報導 但事實上呢 根據我娛樂圈的一些朋友的爆料 是說事實上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事實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呢 源泉呢 跟那個高原 跟那個夏宇呢 他們兩個在中央戲劇學院的時候 就開始談戀愛 那傳說他們談戀愛的時候呢 是有一個下著雨的夜晚 然後呢 他們兩個在車上 然後夏宇還放了一首歌說 今夜我有點壞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了戀愛 然後一談這戀愛呢 就談了八年 那因為男生形象太好 女生形象太好 所以其實他們在2007年年初 早就已經悄悄的分手 先說分手 然後但是不告訴外面 因為模範嘛 想說先不要講 然後呢 拍了這個戲 跟高原傳曖昧 所以高原根本不是小三啊 因為是在分手期間嘛 可是大不知道他們已經分手了 對 那為什麼高原被誤會成這樣 不能講呢 就是因為男生不能講嘛 所以這件事扯到後來 也有點未戲宣傳 那至於高原為什麼跟他分手 主要是因為夏宇這個男生呢 的風評不是那麼好 就是說他有一點小花心 那高原的好朋友是有爆料說 高原是一個心地善良 單純 想結婚 想戀愛 然後想一生到老的人 所以他無法接受這個男的 所以當時他斷然的拒絕他的追求 然後甚至於導致夏宇 還曾經在他樓下等他一個晚上 就是為了希望高原人再接受他 那當然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夏宇才又回到源泉的身邊 然後兩個人又在一起 然後再結婚 生下女了 一直到現在 所以事實的真相是 人家是在人家有分開的時候 有曖昧 那當然就是很OK的 所以高原算是倒楣 我們都覺得很看好這一對 但是劉甄妳不看好 唯一就是妳的反對票 我為什麼不看好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沒有到很不看好 只是我覺得我周邊 現在附近所有的朋友 大部分只要是男大女小的婚姻 稍微比較幸福 但是如果是女大男小的話 就是這種姐弟戀的話 其實姐弟戀我跟妳講 姐弟戀的前幾年都非常幸福 一定的 但是我跟妳講大概過六七年 尤其是如果女方 大概年過四十之後 就開始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 因為妳知道現在的女性 就是經濟壓力也大 然後我們的生理器官 各方面其實衰老妳比較快 所以只要女生大概到45歲 這個上下之後 就開始有了什麼提早跟年子 什麼都來了 憂鬱症 一陣一陣 一波一波都來 妳就開始覺得自己 妳就覺得年老色衰 妳各方面該垂的也垂 該乾的也乾 然後就看妳自己旁邊那一位 妳知道男人在40歲有錢嗎 體力也還可以嗎 然後經濟可能也比較穩定 可能是真的她人生最巔峰的時候 最巔峰 可是我已經下來了 我老實講 像我自己身邊就有個朋友 就是她老公其實是非常非常老實 老公老婆是差8歲 老婆在45歲 老公在37歲 老公是非常勾矣 我們都覺得她嫁得非常好 老公就是我們穿低胸正眼 都不會看我們一眼的那種怪人 可能是因為妳的胸不夠大 然後我們會覺得她是這樣子 可是她很奇怪 她就在幾年前的時候 她就開始就自己胡思亂想 妳知道她可能那時候 賈欣跟年齊的關係 她就開始胡思亂 她覺得說 她覺得她老公一定有鬼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她生了兩個孩子了 她比以前 那時候剛結婚大概胖了15公斤 所以她覺得她的狀態 根本就不像以前這樣子 就是也發胖 然後也瘦不回來 然後她老公狀態非常好 也沒禿頭什麼的 然後她就覺得說 她覺得她自己現在生理機能又不好 她覺得她老公一定有外遇 我們就跟她說叫她不要胡思亂 她說她覺得一定有 於是她就找了真信舍 偷偷跟見她老公 結果跟了十幾天 跟了大概看不快一個月左右 真的就是上下班什麼都很正常 跟不到什麼 她竟然變態到 她找一個小她自己15歲的 乾妹妹 這種小妹妹 去色誘她老公 妳去色誘我老公 她就我想知道 我老公遇到妳這麼正 這麼辣 這麼嫩 她會不會變性 性經不起事 我還在幫她老公拍照 等一下 因為人氣會太閒 真的 她就想要證明 她想要證明妳對我是真愛 我即使這麼胖 那麼嫩的妹妳也不會摸 好 就那個妹就拍進去 當他們的公司一個小助理 一個總機小助理 結果那男的真的要幫她拍手 真的沒問題 她就是頂多就是送她上下班 就是沒有一些 結果老婆更氣了 我再找一個更漂亮的給妳 胸部更大了 結果後來就是她後來就是變成什麼 除了身信都在偷看手機 然後偷Check她的什麼Google定位 什麼都來 後來其實雖然她老公 我們沒有辦法證實她的外遇 至少前幾關都過了 可是她們真的婚姻 因為她老婆的過於猜忌 沒有自信心 她們現在婚姻也是有危機 她們的危機不是因為外遇 就是因為妳不信任我 她們的婚姻是因為 老公怎麼都沒有外遇 妳要被我抓到 我們再來談 那都沒事了 老公會覺得我做成這樣子 妳變胖 她還跟她講妳再怎麼胖 我都還是愛妳 妳不要擔心 我男女也這樣跟我講 對 她就不要這樣 可是是有多大 通常男人講這句話 我們女人都不會相信 又不想妳15公斤 多了15公斤肉在我身上 妳會愛我 我覺得女人的 說腰沒有腰 說屁股 屁股比誰都好 可是我覺得 你們的不可愛是來自沒有自信 我覺得如果今天這個女的 她有自信 胖妞也有胖妞的厲害之處 妳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受妞也有受妞 就不OK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她已經對自己 已經完全扣分了 那猜疾就不可愛了 好 我們回來要看到 另外一對好消息的 這個女生可是高富美 絕對不是什麼40歲了 屁股很大15公斤 這個消不回去了 而且她搞定了陶喆 這點有多不容易 連陶喆都講 要搞定我媽不容易 馬上回來